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半血斩杀的一套稳定伤害吧 小薇过来 看哈达用不用Q 这个走位有点不对劲了 直接先一段一 二段一强路直接掳到了 哈达死了 哇 这不汤圆这个小走位 直接把哈达压到了小薇的脸上 小薇的地方再套 抱歉 关键还是在于就刚刚这个走位吧 被压得太难受了 阿克里对被套了一个虚弱 精华被打出来 闪现Q 拉到两个点燃子给一下 小薇的差一点点 小号来了 开始断线了 要动手 谁先手呢 先打一套 小号这个血量已经不足以支持扛塔了 第二时间进 第一时间舍舌在扛 一丝丝血量 防御塔没有在攻击塔 换扛非常的完美 还要不要再越第二波 但舍舌闪现W拿到准人头 巴尼 具备一定的秒人能力了 这波有点想对哈达动手 推到了 一能不能衔接上他有兵线 小薇也不太敢 那其实RG这个阵容更需要中期打平吧 这里巴尼落单了 在了小号的脸上对他招呼自己的闪现 但是闪现在跟过来 反向的一个大招刚好击飞起小号 伤害不是很够 小薇在身后可以往前追下 闪现实际同次拆低的伤害 但是RG成功击杀掉了小号 再看一下这波回放吧 第一时间铁丸镜盒没有拉到 铁丸镜盒拉到还稍微有点机会 这个反大方的很巧妙 就是他先把人击飞 自己在大招上才能加速 他是被蛤蟆吐死的 好像 是的 一口吐死了 鳄鱼也在往中路靠 第一时间AL众人也赶过来 DDD走下来的 两阶段的血量可能要凭承接了 小号过来 蟂鱼亮批 18001500圣枪系列疯落 把路封住 1300过来Q成抢到了 头子拿到了一条小龙 而且AL终于直接走 但是新大拉EQ推到了对面的蛇蛇 蛇蛇一丝学往四面走 Breece坚持到最前面 横魂向前没能收掉蛇蛇 有点撑不住了 Breece闪过去能换掉吗 即使就带救下来了 而且偷懒的教养 过来撞一头找出的张 但是交出了闪现 死了一个鳄鱼 这没什么关系 但是龙丢了有点致命 来看一下这波 这波1200猴子过来直接拿到了小龙 AL是想撤退的 侧意识的被留住了 但是闪现交得挺及时 就是这个一丝血 卖得挺破绽 倒是安静很想去追 最后呼吸一个忍不住的 闪现Q一下 但是被反弹掉也不成功 CDJ已经13级了 打了个装备 直接扛到了前面 直四往前 直接先手 白套奥恩直接要叫羊了 偷来的羊也放出来 奥恩撞 对撞 直接要把小猴洗死了 但是小猴的分身 但是再往前追 舍舍一丝丝血量 先收到对面的奥恩 小猴这回真的就一丝血 固鱼进场 固鱼来了 展现 可学再接Q技能 直接收掉两个人 再来腾虫直撞往前 小威及时保护 但是没能救得下来 Brice 不过也是收掉了对面的维鲁斯 请他可以走然后去换上塔 怎样 对而且小威这波的处理太漂亮 他先偷偷奥恩的羊 等奥恩叫的时候 他同时也叫 奥恩撞 他也撞 然后伤害比奥恩多很多 特别是这个小昊 直接被打得有点残 不得不利用假身去往后拉 最后再后去进场的时候 直接被秒 阿克雷这波打得也蛮帅的 先一加黄蜂往前 然后再闪拉后 然后最后Brice的进场 哇 这个大鳄鱼 对 可惜差一点点 没能活下来 小昊想反应个红buff 阿克雷和邦尼赶到 应手 但是Better也来了 慢慢形成了一个四打四 几个人被包在这里 小蛇被练着 这些血条消失了 要点爆炸果实往上面走 上面走的话 汤圆可以继续往上包 塞拉斯这两件半 哎 但这里如果能抓死一个汤圆 性质就不一样了 直接到最后卷起来 夏皇及时赶到 差一点点伤害 过去最后一棒子敲死汤圆 小龙已经刷新了 AL众人第一时间急火 辛德拉还有三秒才不活 正面只能是四打五了 小威直接叫羊 回头撞 往龙口里边撞 但是没有撞到人 三斤的血 真正的羊来了 但是有纳美的这个大招 撞出去了 只要安静不乱叫大龙 再次尝试把大龙唤醒 打得速度还可以 汤圆在这个爱口 一个人推到了对面三个 小威扭头过来 直接响开 阿格雷一个人在最前面 再回头去打龙 有点点慢啊 现在七千多的血量 小威大人已经开了 汤圆是没闪的 一推推走 羊叫过来 没打断 没能撞出去 这波Breece咬得非常好 配合汤圆先秒掉DDZ DDZ倒了 AIO众人现在舍舍刚赶过来 那这样可以先B 等不许再踢出来 小威过去抢卢 拉到了 卫一收购放了出来 这件时候都跟着两个人 但是卢仙能不能收割 一推推到卢仙 卢仙被表掉了 卫少拿到人头 小威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但是自己能打呀 纳美奶乐狗没用死 还能继续拉扯 汤圆身上有纳美的一技能 往回包三个人 小昊要找一个机会 全部在一起 闪现逼波之牢 被走位躲开 汤圆赶过来 捏了一个球 QE推到了 卫尔斯 有一个及时救难 打出被动 但是可雪再挂一下 Breece没有死 同时猴子也倒了 只剩下舍舍一个人 在这样的局面下 舍舍应该是 没有办法再跑了 还有个恶意收购 但是差一点点 他还能绕 走的速度点快 算是拖延了一点时间 拖时间也行 ZZZ提皮去中路 但是Breece也提到了中路 不给你推我中一他的机会 Breece要不要稍微包夹一下 中路线推完 有个人头 他还在逃 他还在追 原地避一下 没找到 没找到 不会真给他跑了吧 小威过来 忙意 还没意到 回头一个铁腕银河 再把人拉走 那Breece从侧面包过来 应该是得死 但舍舍这波死的时机 是RNG全员补完状态出来的 RNG就一直不杀 再拖 再拖 再等一会儿可以打大龙了 对 等辛德拉到了的时候 舍舍这个时候再打 他们就可以动大龙了 4打5 刚刚RNG的4打5 成效也没有很好 但这波对于AL来说 他们必须得尝试 去碰一下这个大龙 但等等这里小号 找到小威 过来直接冲锋 抓你的小威要死了 实际反应 小威被秒了 这波机会不该给呀 而且小威倒了以后 AL就可以继续放松 所剩时间不多 直接放出来了 撞出来一个秒表 Betty这位置有点尴尬 A收购放出来 把路封住 收购到了一个辛德拉 但是辛德拉A人 并没有那么的痛 因为后面上海也跟不太上 只有ZDD一个人顶在前面 两边都在试探 再次拉开 圣详桥洗礼直接开启 ZDD血量有点低了 直接向前又被推到了 推到了两个 舍舍跟A一起死了 那这样这条小龙 RNG是可以直接拿下的 包括上一把 他们有优势的时候 不怎么给机会 除了上一波小威 在草里被逮住了 而且这个团战就感觉 RNG打得就很有章法 一套一套的 他们不是说 我一波打到底 就我先来 主要身后直播有个汤圆 再来尽量系列开启 小号的分身 帮忙挡了很多的子弹 ZDD在侧面直接叫羊 直播想主动上来开 撞谁 撞出了一个闪现 纳美直接回头 一个大招 但是又叫了一个 这偷懒的这个恶意收购 效果非常好 但是胡锡哥 已经在里面大杀四方了 又收掉一个 配合着汤圆拿到双杀 还能再去到ZDD 咬住 再过来 强卤 卤一下 那这样ZDD也得死 RNG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找到了一波非常好的机会 那这样是可以 趁势一波终结比赛的 是的 主要看一下双方的经济差 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差了一万 但是RNG就是打得很稳 就是不知不觉这个经济差 其实已经被RNG拉开很大了 最后一波 小浩分身被咬住 瑞斯咬加金身 玩了个帅的 但是比赛还是被RNG给终结了 我们恭喜R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